来关注昨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 真的是黑色星期一 已经不是Blue Monday了 美股股灾蔓延了全球 台股呢继上周五暴跌了千点之后 昨天再度上演了大屠杀 总共是799档的股票 收盘的时候跌停 包括了全王台积电 盘中难敌沉重的卖压 速度亮灯跌停 台股中场指数呢 重挫了1807.21点 跌幅是8.35% 收在了19830.088点 好那不只是跌破2万点跟半年线 盘中跟收盘的跌点呢 还有跌幅都创下了史上最大 反应市场预期心理的台指期收盘 更是跌停锁死 这可以说是20年来首见 好所以呢最近大家午餐呢 缓餐可能就要吃的便宜一点了 很多的股灾 另一看看到的是呢 台股呢昨天狂杀1800多点 那原本外界认为说 外资是罪魁祸首 不过外资只有卖超了699.6亿 那融资余额呢 是报减了182.87亿元 这也显示散户人采人 或许才是主因 有股民就坦言 上周五就接到了通知补钱 否则就会断头的警告 而且呢昨天一看啊 台股中跌了千点 他说吓都吓死了 干脆自行了断 如果说台股继续跌 那么整体的融资呢 维持率就会逼近 百分之一百三十 追缴令恐怕会是万箭齐发 现在呢全球的股市 是一片的惨率 那台股昨天呢 也跌了1800多点 创下了史上单日收盘 最大的跌点 证交所的总经理简历中就出面 这个时候还在信心喊话了 说美国呢公布了就业报告 不如市场预期 导致了市场恐怕性的卖压 加上中东局势一触即发 那台股受到了国际局势的波动性很强 但是呢台湾的资本市场的 基本面是良好的 证交所会谨慎的来理性的 台股震荡的走势 必要时呢会采取各项 稳定市场的措施 只是目前呢还没有进场的必要 跟国际股市的联动性非常强 那我们也受到了 这个相当的影响 那但是台湾的这一个资本市场 尤其是我们上市公司的 这个经营基本面方面呢 是相当的强韧 所以这个波动是很大的 投资人必须审慎理性的去面 我们国内股市的基本面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上市公司经营的这一个基本面 经济的基本面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股市的秩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目前主管机关呢 那个很注意在观察这些情势 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情形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推出股市的稳定措施 那至于说股市的稳定措施要推出哪些项目呢 我想以往呢 我们在COVID-19跟乌尔战争的时候呢 因为市场不理性的下挫达到一定的弧度以后呢 那交易所也配合主管机关呢 推出一些因应在不管发行面 还是交易面的措施 那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这个具体的措施要推出 好 聊天室里面大家呢 说今天应该还会继续跌 为什么觉得 好 这个台股连两个交易日都暴跌了将近3000点 那经管会的主委彭金龙 昨天出面信心喊话 强调台股的基本面呢 还是蛮稳健的 如果呢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恐慌 那经管会呢 就会出手来采取保护市场的措施 至于投资人关切 国安基金到底会不会进场来互盘呢 根据了解国安基金的主任委员 还有行政院的这个副院长 郑力军 他已经对幕僚分析的情势来进行了解 由于台股成交量还是超过6000亿的 所以有一定的低阶量能 暂时啊 现在决定是按兵不动的 好 台股呢 昨天是开低走低 盘众一度跌破2万点 中错了1800多点 那么经济部长郭智辉就说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是全球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对此前立委沈副雄就说呢 郭智辉说暴跌是景气循环 但我们都还没有确认 景气是进入熊市还是衰退 作为经济部长 把这两天的股灾 讲成了景气循环的一部分 这很外行 沈副雄就说啊 我原本以为赖清德很厉害 找来这个郭智辉当经济部长 原来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好看到的是呢 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的恐慌 那现在迅速的扩散 全球股市已经历经了上周五 黑色星期五 那昨天呢又出现了黑色星期一 这样无差别抛售的沉重卖压 从亚洲开始蔓延 那台股呢 也延续上周五的跌势 连两个交易日市 现在呢累积跌了3000点 昨天呢也暴跌1807点 创下单日盘中最大的跌幅 到底股市会如何来发展 我们来听一下前列委蔡正元的分析 从简单的技术架构来看的话 台湾的融资的准备 大概还有163 150是底部 所以会不会再往下杀这十几% 还要观察一下 融资就是我借正式的 不是地下品种 我正式的借钱来买股票的 那目前还有163% 那通常到了150的时候 政府机关就会紧张的 赶快冲进来救了 断头的比例会很多 有人已经断头了 比较高价进来已经断头了 那现在还比较低价进去的 还有人有163%的一个融资维持率 我们来观看明天会不会再往下降 往下降慢压就会降低了 要不然如果是融资额度不够 这些还要拿钱去补 就是拿钱去补 有可能会把没有融资的股票杀掉 然后来补融资的股票 你怎么看待今天这个指标股 台积电的表现 台积电会大跌 是因为台积电的ADR在美国大跌 因为它先跌了 那台积电的ADR的美国会大跌 就是一个很错重复杂的问题出现 最早的时候前一天 美国联组那时候我要降息 大家觉得好消息啊 所以美国在上个礼拜五开盘的时候 是往上走的 涨了还有一些幅度 结果没想到一两个小时之后 美国就公布了一个数字 就是美国制造业的PMI 在采购经理人指数 竟然从49一中错跌到了46 那好笑的是说 因为大陆比较早公布 因为大陆的8月1号 跟美国8月1号不是同时嘛 大陆8月1号有公布了 是从51跌到49 美国媒体都 你看看大陆经济衰退 就自己的一公布 从49掉到46 45就是很严重的经济萧条 我跟大家解释 那所以大家会担心说 那下个月呢 在下个月呢 每个月公布一次 那如果制造业没有订单 PMI就是表示制造业没订单 那没订单就最 成本高啊 什么人力不足都还好 没订单是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经济萧条的指标 所以才会因此引爆了 美国股票大沙盘 第二个人家就会追问说 那为什么突然间没订单 那没订单会带动了 4月上升 果然到了晚上公布了 4月率非农 就是农业部门以外的4月率 上到4.3% 有史也最高了 不错 就最近这段时间 有史也最高了 那大家更会相信 经济衰退吗 那这经济衰退的原因 来自哪里呢 当然有人讲说 怪联准会啊 降息不够干脆 不够快啊 太晚降了 那有人就是怪东怪西 以前我在说台积电涨不上 以前其实的理论就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不要问什么原因什么来 我加你关税 我砍你供应链什么东西 最后结果就有什么 订单缩小跟成本上升 一定是这个情形 不由北的结果 只是订单缩小是缩小谁的啊 中国的啊 美国的啊 不知道 然后成本上升是中国的啊 美国还其他国家不知道 所以因为这个经济学有个叫做 smoking theory 就是说 烟雾理论 什么叫烟雾理论啊 比如说我在抽烟 我就故意往介大使脸上喷 让他吸我的烟 然后他可不会生病 介大使不服气 就拿个雪茄来 往外脸上喷 就像中美两国一样 美国对中国制裁 用雪茄喷中国 中国也用香烟喷美国 然后经济学理论怎么说呢 不要以为你的烟比较多 对方就会先生病 不见得 因为你们在同一个房间 到时候谁先生病 很难讲 所以经济学家一直劝美国政府 不要这样搞 可是政客是政客嘛 他为了选票 他管你最后结果是什么样 所以大家以前还相信 美国的政客讲说 反正我们制裁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经济就会衰退 中国大陆这里会怎么样 那里会怎么样 没有错 中国大陆面对很大的压力 订单少啊 弄得好辛苦啊 你看那个习近平这里很少笑 压力大 可是根据抽烟理论 先生病了不一定是送过 现在送医院搞不好就是你美国 好我想到呢 这个昨天我朋友在讨论说 如果要搭上奥运的话 因为林洋佩不是夺金牌吗 结果人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包括店家在打折 出一些折扣来庆祝 股市是不是也打折呢 打到了对折 全球市场呢 现在对于美国经济产生了担忧 加上呢日元的飙升 中东局势动荡加剧影响之下 美股在台湾时间昨天晚上开盘之后 重挫了1000点 好而且呢 难以挽回这样的一个颓势 那台湾时间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000点 苹果亚马逊及英特尔 这个跌幅都超过4% 主要的指数全部重挫 而路透访问的分析师指出 市场正在观察美国联准会未来的动作 好我们另外继续看到的是 道琼工业指数也下跌了 1033.99点 跌幅是2.6% 指数跌破了4万点 收在38703.27点 标普500指数呢 是大跌160点 跌幅是3% 纳斯达克指数同样是重挫576点 跌幅3.43% 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确实震撼到了全球市场 这也促使着投资人撤出了风险资产 加上了波克夏公司 大幅的减少苹果持股 导致苹果的股价下跌了4.8% 那么是美国科技七巨头当中表现最差 全球股市现在大逃杀 很可能会在今天继续来影响台股 还有亚股的表现 好美股跟台股呢 连续的崩盘 这跟苹果的供应链有关 包括台积电 红海更是带头的下跌 根据外媒报道 这个股神巴菲特呢 他的旗下投资公司 波克夏海瑟威 那么公告了 上半年持股揭露 抛售苹果公司 大约是五成的持股 波克夏公司的现金池 来到了2769.4亿美元 创下了史上新高 那么巴菲特的这一波操作呢 就是股票崩盘的一大主因 好看到呢 巴菲特旗下的这个投资公司 波克夏海瑟威呢 既第一季大砍13%持有的苹果股份之后 第二季又再加码抛售手中 将近50%的苹果股份 对此郭正亮他说呢 iPhone16就要出货了 那么波克夏公司 竟然是把苹果的股票 砍掉了一半 主要呢 还是因为这个股市 涨太多了 前面呢 这个对于AI的预期也太高 结果呢 营收不如预期 自然就会掉下来 涨多的就是最大的利空 那郭正亮就提到了 巴菲特显然他就判断了 涨太多了 所以呢 他提前做出了这个举动 这样的反应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